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北京凤凰岭的龙泉寺 即使是在冬日里依旧阳光明媚 早有听闻这个寺庙不太一般 赶快跟我来一同探寻吧 首先我们来到了动漫中心 因为这里是贤二小和尚的诞生地 贤二现在已经是龙泉寺名气最大的小明星了 以为他只是个会发呆卖萌的小和尚吗 远不止这些 贤二还被做成了各种动画来宣扬佛教道理 甚至有了自己的机器人真身 他不仅会吃饭睡觉卖萌 还需要像其他师兄一样早起打坐学佛尽心修炼 这里随数可见的贤二黏土的形象 每一个小姿势都非常的传神可爱 下面重头戏来了 我要带你们探索些不一样的 经过跋山涉水和三寸不乱之舌 我们打入了贤二内部工作室 贤二的研究制作和生产 都是在这样一间一间小小工作室里打造出炉的 他的作者们全部都是这里的义工 义工们是没有薪水报酬的 全部都是凭借爱好和兴趣 还有一心向佛的善心 我们还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学堂 想必贤二平时就是在这里用功读书的 嘿嘿 阳光洒在屋顶 在这个弥漫着阳光暖暖的味道的寺庙 我发现我已经不由自主地爱上贤二了 接下来我们来探访龙泉图书馆 一进门就感受到了佛学悠久的历史 这里的藏书也不少 有贤二小和尚漫画 他用最轻松诙谐的方式 向你传达人生的感悟和道理 还有贤二进军人工智能领域的书籍 感兴趣的你也可以来读一读 接下来我们打算整体的逛一下寺庙 领略下龙泉寺冬日里的百态 路上我们遇见了讲师们的孩子在这里玩耍 赶上了正在为大家运送午饭的义工 看到了师兄们停住脚步虔诚地打招呼 还有惬意地在这里享受阳光的狗狗 这里还有仁爱新站常年在举行的活动 他们为贫苦的人进行诗周 一粒米香 向社会传达他们的善心和满满爱意 这里也常年招募一工 你也可以快速地加入他们 施展才华和爱心哦 当然也不能忘记为自己和家人祈福 就是这样一个既有传统又有人情味 还参达了现代科技的龙泉寺 远处就是喧闹的城市 你也来这里感受一下内心的平静吧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还特意从寺庙买了一堆黏土回来 接下来我带大家做一个咸二小和尚 咸二小和尚 肉蛋 咸二小和尚 2小和尚